今天很高興 今年台北市的屏東統領會是創會50週年 去年我也來參加過立事長的交接典禮 今天又來這裡看到這麼多屏東人 我有一個回家的感覺 屏東統領會集結力量 募集集難救助和獎助學金 來幫助屏東在地的家庭和學生 為我們的社會帶來正面的力量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屏東這幾年來有些改變和進步 請求去年11月 我們現在屏東有我們的榮民總醫院在屏東 也解決了屏東很多偏鄉重症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恆春半島 因為很興奮 恆春半島的醫療 我們要持續的來強化 讓我們整個屏東所有的醫療的往護可以更健全 我們的鄉親可以更好的醫療跟長照服務 另外我們的屏東 今年五月有一項事情就是 我們的屏東科學園區也已經動土了 這個園區會引進智慧農醫 綠色材料在前瞻的技術產業 我們屏東的科學園區更是全台灣第一個 以先進太空領域為產業主軸的科學園區 讓我們屏東有一個新的產業的機會 我們的年輕人也有更多 還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跟國際接軌 還有一項事情就是 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我們的高鐵要延伸到屏東 所以未來大家要回家都比較方便 我們高鐵延伸到屏東 讓台灣的交通網路更完整 也是縮短城鄉差距 均衡區域發展的重大的建設 所以未來我們的年輕人 不要說年輕人 我們回屏東的路會更短一點 也回家也會更快一些 我知道大家在外面打招 我們也是很掛念屏東的故鄉 政府一定會跟大家 跟中央地方我們一起來合作 讓我們的屏東可以繼續升級 繼續進步 讓外面的人也喜歡去我們 屏東旅遊生活 我們也會照顧好 我們的屏東在地的鄉親 這樣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屏東同鄉會在不同的地方 都蓬勃發展 到處都看得到我們的屏東人 大家說好嗎 最後我要祝福我們屏東同鄉會 五十週年慶祝活動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